歡迎大家來到拜託ATM 大家好 我是蔚藍銀行行長胡瓜 我是湘里 Sandra 蔚藍銀行裡面的現金相當多 希望各位用智慧來提款 是的 今天是夏日皮膚保養公園 全部是醫師 觀眾朋友 一定要看這一集 對 您算是減到便宜 不然他們看診費是很貴的 因為這些醫師也不看老保健保 都是自費的 都要自費 我們首先介紹廖彥律 廖彥長好 謝謝 大家好 瓜哥好 教大家如果查正確的防曬查法 對 因為就是很怕曬 防曬喝水 陰涼醋 一定要記得這三件事 那可是防曬不是你擦越厚 叫做防曬效果越好 你一定要做一個智慧型的 像行長這麼樣的 銀行都已經智慧要有ATM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很智慧地去看它的數字 所以防曬最重要的是 我們的SPF要打50 然後再來PA要三加 三加 對 然後如果你很會流汗 你要擦防曬 好的 謝謝 接下來介紹這位是蕭詠賢 妳好 大家好 醫師好 蕭詠賢 大家好 我是蕭詠賢醫師女人的好朋友 對 為什麼有美女當醫師 比較難看到 哪有 什麼意思啊今天 什麼意思 為什麼你看到她 她是美女 太針對廖彥律長 廖彥律長是美女對不對 所以年輕一輩 我們也沒上過節目 因為我們看我們做 以前做醫師好了 看過的醫生很多啊 對 這句話更糟糕了 年輕一輩 女醫師國防醫學院 是 國防醫學院 但剛剛特別說 女人的好朋友為什麼 對 因為我本身是婦產科專科 那就是我發現非常多的女性朋友 老老少少其實都非常怕看婦產科醫師 對 然後其實有很多就是私密的問題 我們都希望就是可以把它們解決 所以我的確就是有非常多的好朋友們 女生朋友們都會 不管任何問題都願意來就是找我們來 要找她 如果想要讓自己的妹妹更漂亮 真的 就請找她 她沒有做男生的 男生是李靜良在做 來 歡迎李靜良 嗨 陽明大學醫學院 她現在醫美診所開幾家 幾家 好幾家 她還可以售醫診所 你說售醫的醫美還是售醫 售醫院 售醫院是因為她有寵物的問題 因為我今天是特地來這個ATM提一點錢 為什麼呢 我女兒去歐洲遊學 然後常常增加一些學業的療程 就說沒關係 我來跟行長申請一點錢 提一點錢啊 那我是絕對今天一定是第一名的 因為我是台中醫中53屆 校長A 市長獎畢業 陽明 知識的 陽明醫學大學88年畢業 然後台北榮總整形外科專科醫師 還有什麼 我想把女生的潛衣網打盡 我就成立了胖胖毛小孩醫院 我想要來做一個連鎖的 醫術好到一個 就是我做過的乳房 應該是比你經過的廚房還多 然後做的奶頭 比你吃的芋頭還多 做的鼻頭 比你認識的小毛頭還多 所以今天呢 你來主持好了 所以今天呢 我就是一些學長學弟學姐 很抱歉 今天的冠軍是 非我莫屬 對 低落就嗆瞎成這樣 他太可惜 這能賺多少 最多賺四五萬塊 對啊 剛剛在那裡等都損失了好幾十萬 沒有 今天來看看我 也不錯啊對不對 開心啊 對啊 你看 我女兒陪著你女兒不就失去 你還能拿 想來拿你岳父的錢 開玩笑 要憑本事來 憑本事 是 請大家答應我 因為我跟行長的默契太好了 因為至少曾經在同一個屋簷下 滿長一段時間 所以等下落達的時候 麻煩行長不要看我 因為我一看到他 就大概知道 因為我也不知道答案 好 接下來介紹是黃鴻民 哈囉 各位觀眾好 憑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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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是醫美診所的院長對不對 今天都是 是 您開業多久了 我目前開業第四年 然後我的診所的話 是在桃園哥的山旁邊 桃園那邊 對 我主要是乳房外科醫師 所以我主要都專注在胸部上面 所以鼻頭 眼頭 我大概都不會這樣 因為看到大家都吹成這樣 你自己好好吹一下 對 我當然 次來沒有錯 我的專長就在這裡 所以我們當然得說 我在這裡一定要比其他醫師 還要再厲害一點點 對 是的 接下來介紹的是王君渝 對 妳好 君渝 好年輕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王君渝醫師 每個都院長 對 也是 因為現在自己開診所 整型外科 所以您的專長是 對 其實就是十年前 我剛從整型外科訓練完以後 然後我就是有到韓國 去看一些他們的手術 那個時候其實韓國 就非常的盛行整型手術 現在醫美的東西可多了 各位 只怕你沒錢而已 來 歡迎五位專家 歡迎 歡迎 接下來介紹兩位那麼專家 超人氣新聞主播 朱思漢主播 妳好 大家好 健康專家劉儀禮 營養師 妳好 營養師好 進行第一回合 存款爭奪貸 男主角請講遊戲規則 好 這一回合呢 銀行金庫準備了六萬元 每答對一個答案是三千元 那搶答之後輪流作答 六萬元要搶完為止 或是兩題題目要輪完為止 對 總共兩題 如果沒答完 累進到下面 贏者全拿 這一題是由朱思漢主播 來舉圈或插 好 現在最好請出題 想要羞羞臉 但不想被同事發現 現在不動刀也能幫你重拾自信 根據網絡大數據調查 網友最熱議的十大非手術醫美 有哪些呢 意思就是非侵入式的 對 請講答 王俊宇 妳說 妳是厲害 肉毒感菌素 因為肉毒感菌素 它其實在夏天非常 妳記得妳要講答案之前 不要把別人的答案講完 不會 不能講出別人 我就專門講妳這個 好 妳說什麼 肉毒感菌素 肉毒感菌素在夏天 它其實非常的有效 因為我們的腋下 其實常常這邊會濕一片 那肉毒感菌素 其實可以拿來止汗 它就打在腋下 那它會抑制我們的汗腺的分泌 那妳如果不想要很尷尬的話 其實妳就來醫美 打個肉毒感菌素 大概一瓶50U就可以很有效 可是問妳它是有時效性嗎 對不對 撐多久 撐一個夏天 沒有 大家就是撐一個夏天 有時候半年也差不多 都是這樣 來 對我坐 沒有坐 來 請加3000 妖姨妳 玻尿酸 對 玻尿酸 已經大家耳熟能詳20年了 是目前最無害的 這個注射的增肌 那它的效果 最重要的效果就是拿來除咒 那除了除咒以外呢 除咒不是打肉毒嗎 填補嗎 你要看什麼咒文 動態文的時候用肉毒 靜態文用玻尿酸 那除此之外 其實有很多年輕人 他拿來打這個黑眼圈 像前一陣子 我才幫我兒子打黑眼圈 黑眼圈 為什麼 因為它的眼窩比較深 妳會不會把答案都講完了 沒有 我沒有 妳是下一個 我只講了玻尿酸 OK 好 對 了解 玻尿酸對我走 沒有錯 是熱搜的第二名 用先 換我了嗎 好 那我在講剛剛的雷射除毛 尤其是夏天的時候 大家才想到要做雷射除毛 但是其實夏天最常熱搜 但其實該做的時間 就是真的是還沒夏天的時候 就該就是每個月定期做 做了大概五到十次 其實就可以有滿明顯的一個效果 對 毛髮可以明顯地變少跟變細 沒有錯 點加三千 不管夏天 冬天 每一天 每個人都會怕老 怕自己鬆弛 所以電波拉皮系列 都一直是最受歡迎的 那之前有藝人代言的 好像叫鳳凰電波 但是鳳凰電波是打的是人 不是打人 很多人會以為是打鳥的 其實它鳳凰電波是 讓你美得跟鳳凰一樣 沒有錯 那個鳳凰電波 電波拉提是這個排行榜的 大概第三名的位置 對 可是電波有分很多種 來 請加三千 黃鴻鴻 好 其實電波都來了 現在醫美的最流行的療程 就是電音雙波 一起做的這個音波 我相信應該也都會有 在這個排行榜上面才對 音波 對 它主要就是能量比較深一點 然後打在金抹層的地方 製造更好的一個拉提的效果 對 音波對何種 音波是第四名 來 請加三萬塊 要不是三千塊 要給它說的是什麼 三千 感謝行榜 感謝行榜 音波是拉提 然後電波是除皺 可以這樣算嗎 可以算 音波比較真層拉提 是 一般人如果真不準 還先要諮詢專家 對 它會告訴你哪個需要打 哪個不需要打 來 菁怡 我覺得還有一種就是那種 膠原蛋白增生 譬如說像是銅炎針 因為還滿多女生 她會擔心說打玻尿酸 會可能在光下會亮亮的 會明顯 那如果是一些膠原蛋白增生機 它打進去是四肌膠原蛋白增生的話 其實就不會有這個困擾 那除了打在臉之外 其實像私密處 它也是可以打膠原蛋白增生劑的 可是它應用得非常廣 沒有錯 銅炎針 其實就是這個疏鹽脆 對 在排行榜上面是用這個名字 好的 請加三千 廖藝 還有既然講到打針的話 那就還有少女針可以打 少女針 什麼叫少女針 就是也是膠原蛋白的增生劑 所以膠原蛋白增生劑 目前市面上有幾個種類 那其實我自己個人會認為 你膠原蛋白增生劑 最好跟玻尿酸合併在一起 因為膠原蛋白增生劑 你真的要長到膠原蛋白的時候 你要連續打三次 可能長達一年 那你當下如果打一點 布尿酸的時候 它可以立即有效果 可是打了這個膠原蛋白增生劑 又可以維持它的效果 對 方管齊下 方管齊下 對 沒有錯 這個是第八名 伊蓮絲 它其實就是剛才提到的 它就是被叫做少女針 或奇蹟針 那它跟剛剛提到那個不一樣是 它裡面還有多一個這個凝膠在裡面 所以打進去的時候 會有奇蹟 就是說會馬上見效 會先膨起來 膨起來 這個東西吸收之後 你膠原蛋再長出來 然後這個後續 對於比如說二代童顏針 奇蹟針就是講的這一種 OK 像我講皮秒雷射 皮秒雷射 對啊 大家都知道一白遮三籌 尤其是我們東方人 就是超怕黑又超怕斑 所以我們就是 以前可能有很多什麼紅寶石啊 好幾代 但現在最行的應該就是皮秒雷射 它可以同時解決我們毛孔粗大 然後還有一些斑點 淺層深層蠻多都可以解決 OK 沒有錯 皮秒雷射是這個排行榜的第一名 第一名喔 很多人做 很多人 來請下三千 好 來 妳請兩位 會不會太新 它不會列入前十大 所以我會回答索芙波 什麼叫索芙波 索芙波就是跌在這個 深度沒有那麼深 它是有歷史的對不對 對 不是 妳最新的一定會講 它比較新吧 是不是四五年而已 她那天跟小生在影片裡 有沒有弄半天 我就知道那是新的東西 一定是沒人知道啊 是梁詠傑那一個 對 梁詠傑 梁詠傑那一個 因為這個公司它的行銷費 弄得比較多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索芙波 索芙波 索芙波 對我索芙波 對 索芙波Software 它是2023年才進台灣的 所以有在排行榜上第九名 對 鴻鳴 還剩最後一個 我覺得這真的有點難 因為其實大概臉部的 維整以亞洲人來說 滿喜歡做的就是鼻頭 因為我們亞洲人天生 鼻頭稍微比較沒有那麼的挺 所以三根這一塊大概 三根跟鼻頭這一塊大概可能是 有些人想去找李院長 但是又覺得可能太貴 然後還在努力存錢 那中間可能就是 會去找其他的地方 來去做一些填充的東西 那三根的話 我自己知道有個東西 還滿不錯的 因為它效果滿持久的 所以我猜應該可能會上榜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我想像 這個東西叫那個 好像叫金亮瓷 就是微金瓷類的東西 它是一個很硬的東西這樣 那可以維持多久 這個很久 這個幾乎是半永久 沒有錯 他媽媽的實力 金亮瓷或微金瓷都可以 就是代理商不一樣 所以名字不一樣 對 很厲害 來 請將三千 完全而且超平均耶 不是 因為誰講錯 誰敢去他的診所 對 就是大家拚實力了 你看到沒有 講到賺錢的東西 大家都背得耳熟能詳 對 好厲害的 有可以補充的嗎 請 因為這個是網友熱搜的嘛 所以其實第一名就是皮秒 因為皮秒現在大家好像覺得說 好像什麼 似乎什麼東西都可以做皮秒 好像去諮詢 就先做皮秒好了 去斑 它其實最主要是針對這個色素的 就是急迫這些色素 所以你的暗沉 刺青 或是一些斑都可以來處理 而且它也可以刺激到你的 膠原蛋白的一些增生 所以皮膚可能比較凹凸不平的 也會有人推薦說打皮秒 甚至是其實因為皮秒的速度很快 所以又可以敷麻藥 比較不會那麼痛 然後恢復期也比較快一點點 所以是大家很熱門想要做的 那麼另外可能大家就會想要問說 有一些電波跟音波到底有沒有不一樣 然後剛剛說微經磁跟玻尿酸 有什麼樣的不一樣 大概都是這一類型的問題 不過還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要做這些東西呢 當然還是要跟專家們有深入的討論 先知道說自己有沒有對什麼東西過敏 然後就是說這個療程 這個效果是不是你想要的 自己到底適不適合 討論過後遵循專家意見之後再來做喔 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 喔 拜託ATM誰敢來battle 訂閱拜託ATM的YouTube頻道 等你來battle